注意看 这个白衣肥贼想当众殴打中国选手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在赛前挑衅对手了 仗着自己体格庞大 每次在赛前都要嘚瑟挑衅一番 这次更是直接二话没说就冲了过来 哈喽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这场是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局 那中国是我们的蒙古小伙 奥日格勒 而韩国呢 则是金再勋 那金再勋由于上次输给了我们中国选手奥日格勒 所以这回呢是来报仇的 扬言啊 这回一定不是打费中国选手 就是打死 不然的话他马上一头撞死 这嚣张的发言啊 我觉得他就是大米饭不熟 他欠闷 所以今天这一场啊 我们中国小伙 奥日格勒也表示说 我都能打赢你一回 我肯定能继续的击败你 随便你乱叫 咱们赛场上见 OK 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奥日格勒的精彩表现 好的 比赛开始 看到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的 是韩国的选手金再勋 而特别可爱的是我们中国选手奥日格勒 这个韩国选手十分的嚣张啊 在蹦的 特别怂 我们熬日格勒很可爱 直接伸手 叫对方过来上前来打 可以看到韩国选手金再勋啊 还是非常的怂 不敢上前 裁判也一直在看他表演 我感觉裁判也要看不下去了 这金再勋啊 赛前那么嚣张 那这次来复仇 怎么敢这么怂啊 呦和 往前冲了 冲完之后 也并没有去击打 又马上的往后退 哦呦 漂亮 而格勒先抓住机会 对着对方就是一顿的猛攻 对方的猛攻击 那时候,他比较准备了 他更加上资格队 他不得过的一路 他不得了 他一直在比较准备 不准备 他比较准备了 如果他比较准备了 他比较准备了 他比较准备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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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